念一尊阿弥陀佛 统统都念到了 念一佛就是念一切祝福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祝福都念阿弥陀佛 所以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一切祝福 一尊佛都没有漏掉 这个不可思议 一切祝菩萨都 念慕阿弥陀佛 所以念阿弥陀佛也就念一切祝菩萨了 一尊菩萨也没漏掉 这是不可思议功德了 所以不念阿弥陀佛就真可惜 还要搞别的 搞其他的那些经论法门 祝福菩萨名号 那是什么呢 让给没有福报的人去念的 这个你看 古来真正开悟的 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 那些祝福菩萨名号 让给别人去念去了 什么原因呢 他们的善根福德没有人满 没有透出来 对于第一法门 无比殊胜的法门 他不能接受 他有业障 所以他喜欢念其他的经典 喜欢念其他的佛菩萨名号 也好 重重善根 所以这个法门 是对根属众生而已 善根真正成熟了 他这一生决定要做佛了 他不是做菩萨 是做佛的 是对做佛人所说的 是对的